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晚餐在百里停车场免费停车3小时 夜晚茶丝即叫即正 吃不停至晚上10点 君豪大酒楼 在法拉省罗斯福大道136-20号3楼 电话718-358-3388 718-358-3388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的在回想2016年发生的很多东西 那么快又过了一年了 嗯 虽然无论以前的日子 或者生活的各方面 满不满意都好 你的成绩表是多少分都好 都要向前望 我们继续向新的一年做好自己的事 是的 现在越来越大 就是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 是啊 其实是好的 当你觉得时间过得快 就是你忙 如果你经常觉得 那么久还没等到晚上吃饭 那么久还没等到下星期 有人去街 就是你没工作 我们觉得时间过得快 就是快到不够时间做事 嗯 是好事来的 是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 搜索自己的健康 嗯 是不是 是啊 比如现在冬天都好些 夏天的时候呢 有时候我们会 可能出汗出很多 嗯 那令到呢 会有一些敏感啊 皮肤 皮肤 是不是啊 其实我想问你 冬天会不会都有皮肤病的呢 冬天都会有的 那肝醋 肝醋都会有的 是啊 你肝醋到有时候会爆炸 爆炸了之后呢 又会有细菌感染 细菌感染 哦 是啊 当你肝醋你会痕 是啊 你痕了你会经常拗它 嗯 是啊 你经常拗一下拗一下 有时候会不会有些人 有些红色粒粒的敏感 就令到那些 那些是否有皮肤病 还是算什么的 嗯 很难说要看那个人的 你这样说 嗯 红点呢不一定是皮肤病 可能就是过度性的 哦 它不是长期有皮肤病的 嗯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了解一下 婴儿 BB 一种的 比较特别的一种皮肤病 那是奶鲜啊 奶鲜啊 奶鲜啊 奶鲜都可以是说 都是过断性的 是啊 那些叫做 突然想不到名字 那些叫做 就是过度期而已 是啊 对 没错 是 我们现在那些 电话的series 真的很喜欢答话 我那个时候 我没问他 她的 收音收得太厉害 她都没听到之后 就说我没意见 她是不知什么 皮肤病 对了 是 不要问她的 那其实呢 有一种叫做 Autopic Dermatitis是特應性的皮膚病 通常這些都是出現在嬰兒身上 其實潛意識的嬰兒身體已經是比較敏感的一個皮膚 這些可能是潛伏在他基因裡面的一種皮膚過敏性體質 大概要多久才可以過濾這些 小時候嬰兒的時候可能都一直延續到大過 那就很麻煩了 經常癢 大過之後就會有其他的皮膚病的名字 例如濕疹那些都是因為小時候已經有這個問題 會不會是在媽媽看來的時候 自己本身的嬰兒是有這個情況 是的 他的基因已經是屬於敏感性的基因 所以一出生就已經看到他有什麼情況了 是的 那是不是小時候就要吃藥呢 怎麼吃藥呢 嬰兒就沒辦法吃到藥的 塗藥膏 塗一些比較溫和的激素 當然塗得多都是不好的 但是沒辦法 因為你癢 最好的方法就是要防止他去勾 勾損了就可能會發炎 引起另一個病 是呀 是呀 那其實有些 它是Bandy來的 但是它是透明的 而且不會黏住皮膚的 那些膠布 藥性膠布大約透明 是的 那就可以黏住它 它不會很癢的地方就黏住它 是的 它不會覺得痛 而且它又會 它永遠拗不到 那最大塊有多少大塊 好似是有很大塊的 那你自己可以剪的 哦 即是整塊都是膠布來的 是 它就是透明的 你塗了一些藥之後再黏它上去 咦 真的有這樣的東西很好 那大人可以嗎 譬如大人有些 是否有些地方很癢 是的 可以的可以 都有這些 貴不貴的 都不算很貴的 都是可以買的 是一卷卷的 一塊塊的 一塊塊 就好像我平時的Band-aid 一塊塊撕開了 拿出來 然後就撕了那塊膠紙 是的 那它最好 最大的作用就是 它叫Nan sticky 就是不會黏 因為如果你黏住皮膚 你撕的時候是很痛的 是啊 是啊 連毛都脫了 痛到可以 是的 那這個就可以幫寶寶 等它那個皮膚炎 發炎的時候 就幫一下它 是的 那其實呢 我們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呢 那BB有了這個病的比率呢 就由3%增加到10% 原因 是因為空氣的問題 是啊 空氣污染啊 比如說我們現在用的東西 製造方面 都很多化學物品 嗯 沒錯 都會刺激到BB的皮膚 甚至有時候可能BB的衣物 他玩玩具 是 那現在呢 現在呢 就多了這些情況 就令到BB多了這個皮膚炎 是啊 還有延長了可能 嗯 是 那個的 傳遇性 可能會變了久了 傳遇期 是啊 是啊 還有呢 其實 沒有 沒有魚 沒有奶 媽媽的奶奶 沒有魚啊 我說媽媽的奶奶 不是媽媽的媽媽 媽媽的牛奶 是 沒有魚 是 其實裡面是含有很高的一些 抗體 抗體 所以可能現在呢 就比較 雖然知識上面 可能比較豐富 但是 因為可能工作上面 那些媽媽 沒有可能 很方便 是啊 就少了 在家裡自己 照顧的BB 那 因為這個原因 可能都是 那些BB的抗體 都會弱一點 是 但是很多現在的媽媽 即場上媽媽 都會泵一點奶 等在家裡給BB用 是啊 那是好一點的 因為 真的 我知道 聽說了 醫學上已經研究到 母乳 是有很多的抗體 幫BB 來去 生體好一點 是 而媽媽的子宮 都收縮得好一點 是啊 是 回復得好一點 回復快一點 是啊 所以是挺好的 是啊 兩個都有好處的 嗯 是啊 再來了解一下 那個 BB的特應性皮膚 那 其實它是有個進度的 嗯 譬如你說 兩個月的BB 通常的部位都會在 胸部 和面部 所以用這個面 就 給手仔畫到 是啊 那它的特徵就是 譬如說很紅 會有水泡 皮膚乾燥 甚至會有濃 嗯 都會有 是啊 我自己本身 就有個 嗯 她有個BB女 都有這個問題 嗯 真的都幾嚴重 哎 有水泡 還有龍 你說到 是啊 兩個月已經是這樣 嗯 那再進度呢 再大一點點呢 然後去到兩歲 啊 可能 重要的部位 有頭皮 頸 還有四肢 都有 都會有 所以就容易 拋手手腳腳 嗯 又去拋頭 嗯 令到就會又 又發炎了 無浪 是啊 然後特徵呢 就有些紅斑 啊 水腫啊 都會好像有龍 但可能就 輕微一點 就沒有BB的時候 那麼嚴重 嗯 兩歲的情況 是嗎 是啊 然後兩歲到四歲 我們現在就會去到 頸啊 手腕啊 嗯 還有膝蓋啊 那些位置 嗯 這些就是 因為歲數的改變 就是 當你有這個病的時候 就會比較 普遍出現的位置 嗯 膝蓋都有啊 是啊 膝蓋那些位置 即是關節位置 對 就會比較乾燥 嗯 就是很厚 噢 噢 那變成色素 都比較深 有時候你見到那些人 那些手咬呢 是 手肘 手肘位比較深色一點 嗯 都是因為 可能由小時候 形成的 嗯 小時候已經有皮膚病了 嗯 再大一點點 一直到12歲啊 到你 青少年的時候 去到20歲啊 都是在手啊 或者是 那些 嗯 我知道啦 手架位 嗯 腳架位 對啦 因為你經常 可能這裏比較多汗 會不會呢 會不會呢 會難好 汗疹 對 都會的 所以就容易在手腳腳 位 還有手位 嗯 對啦 都好幸好我身沒有什麼 聽說 是 身呢 就BB的時候會比較 多一點 對 大個就好一點 那也好一點 那怎樣呢 都是要乾燥啦 會不會一味是要 多些茶藥膏 是啊 要多些茶藥膏啦 那 除了是真的止癢那些藥膏之外 就要做好 嗯 嗯 嗯 就是要 潤膚 潤膚 對 要記住潤膚啦 還有一件事我想問一下 藥劑師 嗯 用 肥皈洗澡那些 是不是如果 當小朋友有這個 皮膚炎的時候 他用洗澡洗頭的用品 都要不同一點的呢 要很乾的呢 最好是 最好是用一些 敏感性的 就是不要敏感性的 嗯 但其實BB呢 當你是小嬰兒的時候 是不需要用太多的選 但是你大了嘛 開始 比如青少年期 你都有時候 可能要用一些沒有味的 嗯 就是沒有味的那些 越少的 香味那些 就越 化學成分那些 是 好些 還有我記得好像 都有一種的 洗澡的 是沒有味 加上 是比較 潤一些 嗯 讓BB 或者小朋友 用起來 皮膚不會說 乾燥 因為 我不知道對不對 聽說是 肥皂 是乾身一些的 嗯 所以如果皮膚乾燥的朋友 如果用 肥皂洗澡 就會更加乾燥 嗯 嗯 其實有一種 你剛剛說 我又記起了 它是Aveno的牌子 出的一種 叫做 Oatmeal bath 哦 Oatmeal 是用一些 蜜去浸 蜜 去浸肉的 哦 它會幫助 譬如你皮膚太乾 幫你滋潤 以及防止痕癢 哦 可以注意一下 好 休息一下 回來再問一下 其他皮膚上的東西 OK 法拉城君濠大酒樓 是紐約最巨氣派 大型華麗的婚宴場所 凡惠顧婚宴酒席 兩萬元以上 立即送送送送 送禮堂布置 送華麗冰雕 送Open Bar 送小食 送三層結婚蛋糕 送婚紗攝影禮券及禮包 送本色盛典KTV八折優惠 總之君濠大酒樓 無論晚飯及喜慶婚宴 都是定級首選 君濠大酒樓 在法拉城羅斯福大道 136-20號3樓 電話718-358-3388 好快就回到我們的藥有所益了 今天我們的主題都是說皮膚發炎 皮膚乾燥、皮膚病 皮膚乾燥、皮膚乾燥、皮膚乾燥 因為現在天氣真的乾 尤其是用熱 平時皮膚不乾的人 都會皮膚乾燥 我想問一下 不要說髮炎那麼誇張 普通皮膚乾燥 需要用藥膏 還是用普通坊間的潤膚膏 可以嗎 不如先說護士 好 以前有一個阿姨 她問我 她在藥房裡配了一支藥膏回家 她還未跟我說那支藥膏是什麼 她說她一陣子的手很癢 有些紅色的點點 我就問她 不如回家你拍個照給這支藥膏 看看藥名是什麼 她展示給我看之後 我發現藥有兩種成分 是 一個是激素指癢 另外一個是指癢 是指癢的癢 她就說她塗了藥膏很有效 我就問她 我說你那些紅點 是不是一疊 很大疊 很大疊 她說不是只有一點點 一點點 我問她 你洗完涼的時候 有沒有塗一些護膏 她說沒有 我們要知道 當你去到差不多更年期的時候 女性荷爾蒙就會降低得非常之厲害 皮膚乾燥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當我跟這位小姐說 需要去潤膚的時候 她就會每天洗完涼 洗完涼都全身塗Lotion 她那個癢的問題就已經解決了 哦 那你這一個故事就說了兩樣東西了 即是本身女士 如果你說更年期的時候 更加要注意你身體皮膚上面 那個潤滑去 是的 讓她幫助她 皮膚沒有那麼乾燥 是的 那可能就會少了其他的問題 是啊 那第二個故事 教大家第二個問題就是 不是所有的癢養都需要去用藥的 哦 那就是說這位阿姨 這位姐姐 她就用了洗完涼 用了普通的潤膚 叫什麼 叫什麼 叫做 Lotion 對 潤膚劑 潤膚 那已經OK了 不需要再用那種藥膏 是的 那其實你的癢 那個很普通的癢 就是來自於皮膚太乾的 那你做好你的潤膚 補充一些水分 其實那個問題就是沒有 解決了 但是為什麼它都會有紅點呢 是不是因為真的乾到 本身自己無浪出現的呢 是啊 是啊 那我們有時候去做好臉 其實女性都可能知道 你太乾的時候 那些皮膚可能都會出 看到那些紅色的血絲 是的 那你會覺得皮膚是不是出現了問題 但是其實可能就是因為太乾了 所以我們有時候人很可愛 我們女人很可愛 只顧著看到那塊臉那裏呢 就塗上棉膏 是 新呢 就忘記塗上新的潤膚膏 是啊 是啊 那些濾膚 真的會令到自己其他部位會乾 尤其是真的現在冬天 太乾了 有朋友在西岸過來 或者在加拿大過來 是不是加拿大 你哪裡過來 他就說 嘩 你樓真的會乾一點的 嗯 一定要家裏呢 弄回一個 一些 humidifier 是的 噴一下一些的水晶出來 煙霧一點 那這樣 讓家裏呢 就能夠不要這麼dry 真的 這個方法也是好的 是 真的沒有 要買一部了 還有呢 有時候都好像等一些一些 的 嗯 精油 那可能還會精神一點 是啊 可以安靜一下 那些 那些 那些叫做 薰衣草 薰衣草 就是可以安靜一下 是 也挺好感 沒錯沒錯 那其實當我們有皮膚有問題的時候 要買皮膚膏 其實是否這樣在一個卡卡裡可以買到 還是要 一定要找醫生 嗯 一點一點啦 有些就是不需要醫生 只能買到的 那當然那些的弱效呢 就會弱一點 嗯 嗯 弱後弱一點的那些呢 就可以去塗面 哦 或者是塗一些比較敏感一點的部位 嗯 譬如下體啊 或者是女性的乳房啊 那些都需要一些比較 沒有那麼強的 溫和一點 溫和一點的激素 嗯嗯嗯 但是其實 如果你說要塗到去 我們剛才說到那些 譬如肚皮 對 皮膚病啊 手腳啊 那些位呢 可能真的需要一些比較強的激素 那就是找醫生 找皮膚科醫生 嗯 是 其實我們配的那些都是激素 但是有痕癢啊 隨便買啊 嗯 那就問一問藥劑師 那但是 會不會是痕才塗呢 還是都是有 因為藥來的都是屬於 所以需要按時塗的呢 是痕才塗的 痕才塗 因為塗激素呢 塗的都是不好的 嗯 它會將你的皮膚 做到變顏色 變白色 和變薄 哦 那如果變薄 那個地方好起來 它自己都會有 新陳代謝都會生起來 好自然一些 會不會呢 嗯 都應該是可以的 是嗎 變薄的話 會就會 就是 可能會看到血管 這樣比較容易 損 損傷的 嗯嗯 長期用的話是這樣 其實那些藥膏 是不建議長期用的 嗯 除非你真的很嚴重 是 皮膚科醫生 開給你的藥膏呢 可能就是需要長期用一些 因為你的病情 沒有辦法去控制 去按住它 嗯嗯 我有些朋友呢 他本身對一些 味道敏感 味道 譬如說 你不會 有些香水 他會覺得 淺一些香水 淡一些香水 會OK 嗯 有些濃一些香水 聞了之後呢 他會 會除了自己咳嗽之外 可能會 擦香水 皮膚會發炎之類 會不會的 都會有可能的 嗯 但如果你 像你朋友這樣 如果知道自己 是有這樣的情況的話 最好的方法就是 不要去用那種藥 哈哈 有時真的 女士也挺麻煩 嗯 又想 塗一些香水 迷人一些 嗯 但是呢 不要說只是迷人 自己都可能會喜歡香一些 香噴噴 但是可能你噴下去那個地方 會令到你癢養 變得你不適合 它是 聞就會過敏嗎 還是塗在皮膚上 塗在皮膚上噴下去 就會過敏 那如果噴在衣服上 會不會好呢 不知道的 要先問一下 對 建議一下它不要直接接觸到皮膚 那有些人 會不會是金屬 例如大手鏈 都會引起皮膚 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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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環那些 我自己都會 嗯 用之前自己處理一下 例如 用消毒藥水清潔一下 還是 本身你怎樣做都會敏感的了 是怎樣做都會敏感的了 所以我終於經過我很多年的試驗 自己 終於找到一種耳環是不會過敏的 黃金也沒有辦法 是啊 是啊 有些人真的 你送真金給它 真金白銀 都不行 它是不行的 其實我自己的耳環 同一個地方都已經約了三次 哦 因為敏感發炎 對 敏感發炎 它又生了 又賣了口 所以又要再去處理 嗯 在節目尾醫生之前 我想再問一問 安楚彤 好 譬如說 好了 我們房間有很多不同的護膚膏 嗯 有Baby Oil 那些 有Lotion 嗯 有些就叫做 好像Butler那樣 嗯 比較柔一點 柔一點的 那我們需要不需要了解自己皮膚 屬於什麼性 還是去買Oil 還是Lotion 還是柔一點的Butler呢 嗯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不是去了解自己的皮膚 是看你有什麼需要 有什麼需求 嗯 譬如如果你說 你是有傷口的 嗯 那我們就要塗Oilman Oilman 塗油的 因為這樣你才不會 就是水或者細菌進去 哦 因為它油就會幫你 有塗保護膜 嗯 嗯 那如果 Cream Cream是比Lotion 的 Lotion雖然它水分很多 但是它不會 即是吸收能力 沒有Cream那麼好的 哦 如果皮膚乾那些 買Cream就好 買Lotion 是的 如果真的很乾 其實是要用Oilman 因為它會 留在你的皮膚內一點 就會慢慢吸收 但是如果買Oilman那些 你塗了之後 再穿色衣 就很油 就很油 是的 如果用Cream就好一點 就沒有那麼油 嗯 但是又可以 就 有一個功效 有一個功效 有一個Lotion 是的 所以就要看看大家 要求什麼 需要什麼 還有你喜不喜歡它油 嗯 嗯 睡覺洗完澡 我覺得在精氣房裡面 你濕濕的 洗完澡 壓抹完身 就塗些油 就讓它容易 鎖住 鎖住 鎖住本身有的水分 是的 然後再硬一點 就再塗些Cream 哦 OK 兩層的保護 兩層的保護 或者會令到你的乾性的皮膚 沒有那麼痕癢 嗯 而且令到你也不需要走出 有時候 不要只是自己癢 別人看到你的皮膚好像龜裂 那樣 搞到別人都癢 對 搞到都很難看 就是在美觀上 我們都要注意一下 是的 還有什麼 藥膏 或者一些Lotion 補充一下 是的 那些特別的東西 沒有什麼特別 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如果真的不知道自己哪一種正確 可以 外面有些是給你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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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很黏的 那你可能不喜歡那個感覺 是的 或者直接去問藥枝絲 就是講出你的需求 或者我們可以幫到你的 是的 尤其是現在很多都是沒有聲音 沒有尾的 那你都可以配合到 適合你自己的身體的情況 是的 好了 今天我們的藥有所益 很快取悠緣了 嗯 又要到下個禮拜和大家見面 拜拜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會買一陣子 一下 五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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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節目要欣賞 油金汁一定要搶 油金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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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金汁